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,从小在最热闹的汉口民众乐园长大,蔡林记的热干面,王师傅的豆皮,德华的包子都是我的最爱,而所谓的野味从没有出现在我和家人朋友的餐桌上。 最近,我的城市生病了,它顶着全世界的关注和些许的不被理解,与爱着它的九百万市民一起被隔离了。 12月30号那天,朋友发来了一则武汉出现类似SARS病毒的消息,我半信半疑却在第一时间买好了口罩。 半个月过去了,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开始铺天盖地,钟南山院士连夜赶到武汉视察疫情,官方紧急呼吁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,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,一夜之间,口罩一抢而空。 短短两天内,街上人人自危,纷纷戴起了口罩,而我也不断提醒家里的长辈要戴口罩,少出门,不聚会,勤洗手。 22号,酒精也被一抢而空,而此时的医院早已是人满为患,医疗物资极其匮乏,医护人员疲惫不堪,到达身体极限。 留守在武汉的我们,担忧而恐慌,我们时不时听到外面传来的救护车的声音,每天刷着朋友圈微博,看着中国这只熊鸡被感染得越来越深。 除夕夜,我们看到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,池元湖北,逆行而上。 我和家人们第一次足不出户在手机里视频拜着年,大家都无心看春晚,时时刻刻在关注着纷战在一线的人们。 不到两天,武汉室内封路了,市民们就开着自己的私家车,自发建群,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,医院附近的酒店也开始免费开放给医护人员入住。 物资紧缺了,网络的力量都被发动了起来,全国各地的同胞们都在向武汉一线捐款捐物。 另一边,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也陆续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。 那些放弃与家人团聚的建筑工人,医护人员,快递员,清洁工,外卖员,个体餐馆老板,都成了这座城市的英雄。 我想向他们致敬。 而宅在家里就为这场疫情做贡献的普通民众,也开始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缓解着自身的心理压力。 我一边被可爱的武汉市民逗乐,一边又担忧着一线人员的安危。 武汉各地小区居民们打开了自家的窗户,齐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大家连喊着《武汉加油》,我在窗边开着手机的手电筒和对面的邻居在挥手。 这一晚,武汉超燃。 2020年的第一个月,突如其来的疫情叫我们学会了珍惜当下。 现在只觉得出门遛弯是幸事,宵夜撸串是幸事,与朋友把酒言歌是幸事,而一家人整整齐齐,平平安安的,才是最大的幸事。 我想代表全武汉市民和受疫情所困的朋友们,致敬负责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各地的爱心人士。 是你们的援助让这座城市获得了治愈的良方。 也衷心祝福所有在这次战役中不幸中招的病友们,早日康复,重享幸福。 武汉加油,中国加油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